体操老师突然发现海绵垫里露出一块肉粉色的东西 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只人的眼睛 就在一个小时前 体操老师上班时发现场馆外面停着可离车辆 里面坐着一个秃头猥琐男 为了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老师命令他赶紧离开 猥琐男却谎称自己是来接女儿的 老师说已经连续好几天看到他在这里了 每天来的根本不是同一波学生 谎言被戳穿 猥琐男突然恼羞成怒故意恐吓老师 然后露出一个见效开车离开 还不忘嘲讽老师 你一个瘸子还好意思给别人当教练 这无疑是戳到了老师的痛处 只能强忍愤怒走进体操馆 而此时猥琐男其实根本没有离开 他早就对体操馆内年轻的女学生垂涎欲滴 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时机 不久后一个女孩来到体操馆 告诉老师在外面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秃头男 老师出来寻找时发现就只剩一辆车在外面 男人已经不知所踪 老师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便赶紧回去翻遍了场馆内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 还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却以证据不足拒绝出警 看来猥琐男如果真的潜入了场馆 那么老师只能凭着一己之力保护学生 看着只穿着体操服露着大长腿的姑娘们 老师不禁陷入了担忧 仔细环顾四周 终于在一块海绵垫看到了细丝极恐的一幕 猥琐男钻进了体操馆的海绵垫 为了偷看场馆里露着美腿的健美姑娘 她将拉链流出一个小口 用内色眯眯的眼神在女孩身上徘徊 体操老师发现了她 真的是被这个变态恶心到了 不过老师并没有报警 对付这种人就得用特殊的办法 只见她一步一步朝猥琐男走去 男人躲进了海绵深处不敢动她 随后听见老师对学生说 接下来我们进行跳板训练 男人慌了 那自己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人体肉点 吓得他赶紧用手试图打开拉链 可拉链已经被死死卡住 此时一个女孩适当舒展了一下筋骨 就开始了第一跳 女孩摔在了男人肚子上 她失败了 老师故意拍了拍垫子 告诉她发力不够猛 一会儿再接再厉 老师看了看不断蠕动的垫子 决定亲自做个示范 猥琐男好不容易将拉链扣开一个小口 然而就在这时 看男人这酸爽的表情 你猜猜老师一脚下去踩断了什么部位 老师丝毫不给男人喘息的机会 命令女孩们一个接一个网过跳 女孩们每一次重力落点 都让猥琐男痛苦不堪 生不如死 猥琐男为了偷窥体操少女藏进了海绵垫 体操老师发现后并没有声张 而是让姑娘们进行跳板训练 他们迅速敏捷地一个接一个完美着陆 每一次落地都是对猥琐男的暴力攻击 很快男人就被折磨得全身上下体无完肤 硬的地方被折断 软的地方被践踏的血肉模糊 老师还命令学生们加速 此时男人已经奄奄一息 老师依旧不打算放过猥琐男 他让第一次跳失败的女孩重新再试一次 并知道女孩这次一定要将全身力量聚集在脚底 训练完美收管 老师赶紧打发学生回家 然后独自来到海绵垫旁边 里面已经渗出了大量血浆和肉泥 老师不慌不忙地拉开拉链 就看到了一滩被剁碎的饺子线 如果用调料腌制一下一定会更入味 于是老师将八四消毒液浇在了猥琐男身上 最后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连人带电像丢垃圾一样处理掉 这是一部关于报复的恐怖爽天 禽兽猥琐男垂涎于少女的眉腿 却反被困在黑暗中 被他们的眉腿践踏之命丧黄泉 这就是偷窥的下场